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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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飲一杯 太白一缝 作曲 李宗盛 少年子弟的挥洒 一如我 曾在江湖 偶遇你洗进了千环 你往昔 肖像夜雨中 我好奇的 肩拔怒掌 终究是 会劫难断 思念你的心 软如霸 去求神中的 无一副家 爱与恨在心中 来回厮杀 若这般插念 都不留片架 断肖人为何要 牵挂心事在天涯 pressing 废像 告试 右上 六七七七七八 高老达 奉绿叶之命送双双姑娘回来 有劳了 双双姑娘已经回房了 绿爷吩咐 请高老大选一位新来的姑娘 代替双双姑娘 好 那就凤凤吧 老沫 给凤凤打扮一下 随风月去孙府 是 高老大 这是绿爷为老婆选的侍妾 你是不是应该慎重一点 凤凤前天才来 符合绿爷的要求 怕是官宦之后 出身比双双强多 若非不得已 现在还是大娇小姐 当老婆的侍妾 还有些稳缺呢 回去告诉绿爷 只要是快过临去的人 结果都一样 绿香川和老婆 还在孙府等着呢 大姐 这是怎么回事 哼 绿香川以为他最懂老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厉害 最懂老婆的人 是我 我以为你在孙府的内心已经断了 没想到还有人在 你是说冯昊 不是 老婆 老婆 我是香川 我把凤凤姑娘带来了 已经详细检查过 凤凤姑娘 请进吧 等一下 头是要摘掉 鞋也脱掉 是 相传告退 你是出身于官幻之家 是 家父曾官至户部副始 户部副始 那是入了朝的 那都是旧事了 你为什么会到快活林 不去那里 就要被卖作官妓 高老大买下我 待我 很好 如果一定要卖身 我相信高老大为我选择的那些人 会好些 你知道高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两天前才见到他 坦白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只是直观地信任他 让我来 让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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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也是高老大教你的 他没教我很多 还来不及呢 还是高老大懂得我的心思 心魂 宝宝玩累了 让他先睡一会儿 我们先吃 你要走了 我本来打算天亮再走 但夜里赶路会凉快一些 其实我很早就明白 你不会习惯这样的生活 一走 我不会怨你 你以为我要离开你 离开宝宝 离开我们的家 我不敢想 我也不想知道 那就不要想 更不要照你以为的方向去想 我一定会回来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 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要走 我要去找一个人 谁 吕香川 前两天 我在你面前提起他 你当时就不对劲 但我并没有多想 日子过得太舒服 有些警觉也都迟钝了 那天晚上 你就不停地做噩梦 仿佛在梦中 有人在追杀你 羞辱你 不要过来 你这个魔鬼 梦中川 我那时候才明白 那个人 那个折磨你 羞辱你 毁了你一辈子的人 就是吕香川 你一定是听错了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 只有他有最多机会可以接近你 只有他 会让你这么绝望无中 但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你不愿意告诉老伯 你知道 他和我爹的关系吗 全天下都知道 爹所有的秘密 他几乎都知道 几年来 孙府的大小事情 也都是他在管理 爹对他的信任 超过对大哥的 但你是他亲生女儿 那个人说孩子不是他的 对我爹来说 这就是事实 不管我怎么说 都是在诬陷他 老伯不是那么糊涂偏听的人 他一定有非信绿香川 不可的理由 所以你也觉得 是我冤枉了那个人 不好 但我相信 这中间有误会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误会 以至于 老伯宁可信他 而不能信你 我今天来救小卫 李香川有没有非礼过你 他不将非礼 叫强暴 他强暴我 所以我才会未会生死 就算他强暴你 那个孩子也不会是香川的 因为香川就不能生育 好 我可以 去 檀查 谁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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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在的时候 无论谁来找你 跟你说什么 都不要相信 也不要离开 吃过东西再走 宝宝的事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也许绿香川真的不是孩子的父亲 星魂 我相信你 但有些事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得走了 你要去找那个人 对 而且要快 为什么 记得老婆跟我说过一句话 只凭路漫天一个人 没那么大胆子敢背叛他 眼下质疑 路漫天的背后还有人 你准备那个人是 就在老婆眼底 他能对你做出那么卑鄙无耻的事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他之所以没有动手 也许是有些目的还没有达到 但当老婆身边的人都不在了 只剩下他的时候 就是他动手的时候 现在 老婆的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那我爹他 我只希望 现在还来得及 那你一定要尽全力 爹说过 那个人的暗器很可怕 你要当心 好 我 你的暗器 当然 得了 有 要得了 我 要得了 你 这 你 要得了 你 要得了 你 要得了 得了 要得了 我用的是七星针 陆家的七星针 是你说过的 陆曼天的七星针 连唐家的制毒毒极力 都被比下去了 毒极力尚且有解药 七星针却无药可救 我的记忆没错吧 你什么时候听我说错过话 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你现在无药可救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我急什么 你现在跟个死人没多大差别 而且 我好想看看你 好奇的模样 想不想知道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我和赵伟之间的争执 是在你搭上他之前呢 还是之后啊 我打定主意以后 再设法搭上万鹏王 赵伟不是你能利用的对象 我利用他让你觉得孤单 让你需要我 依赖我 等你把一切都交给我的时候 我才能够取代你 你不就这么做了吗 他会在你自以为算计了他之时 整锅端走 无所谓 一旦我成为了孙府的主人 我有的是本钱对付万鹏王 就你一个 当然都是 好奇了吧 我种的是什么毒啊 不是毒 是谜药 是无嗅无味的 软骨散 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strom 对 有学生 是 对 他们 Rose 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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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但容得下对方 还携手合作了很多事情 比如 杀孙剑 决定了吗 老的 小的 所以 杀韩唐也是你设计的 从地形上 我分析图城是为韩唐而来 没人知道 韩唐在严平镇 但他知道 韩唐一定在你两个时辰内 就能照到的距离之内 万鹏王这点情字还是有的 因此图城就选了一个中间点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人告诉他如何找到韩唐 我幸运相传 当然 这我不敢鞠躬 这全是高老大的能力 他要孟星魂去找韩唐 顺便提一下 孟星魂就是秦中亭 你中医的女婿 他其实是高老大手下最出色的杀手 他的追踪寻人本身 无人能及 孟星魂找到了韩唐的下落 高老大在说服万鹏王 派人对付韩唐 在我为你传话前 韩唐就已经死了 要高老大怂恿你杀绿香川 这才是我的主意 除掉了八个万鹏王 他还是在夜之下 但是搬到了你 他就可以跟万鹏王平起平坐 孙剑的死和绿香川 绝对脱不了干系 就单凭这一点 他挑进黄河也洗不清 表面上你对高老大 第一方很深 但是骨子里 你却很相信他的话 你太自信 认为女人 怎么可能算计得过你 我是太信他 所以派你去杭州 也就中了你的计 这么说来 灵秀是万鹏王的人 你早就知道了 不 我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就不会那么对待他 因为灵秀 我现在已经不能利用万鹏王了 我当时确实需要一个 我替罪羔羊 所以我故意要他养鸽子 所以我故意让冯昊 把鸽子带到你面前 让你怀疑灵秀 所以冯昊 是你收买的 不错 不是每一个 跟你从关外老家出来的人 都对你忠心不二 明白了 明白了 该不会 你连你自己的舅舅都要算计吧 这个部分完全是个意外 他可以不必死的 是他太低估了孟星魂 绝对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这句话也是你说过的 舅舅他没记住 所以丢了性命 这些算计我都可以理解 要成大事 总是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但是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 是 为什么 我自认待你不薄啊 待我不薄 待我不薄 我 从小我无父无母 你收留了我 把我留在孙府 训练我 栽培我 把所有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 你知道我有多崇拜你 如果可以 我好想一生一世 永永远远地追随你 你投在孙剑跟小爹身上的眼神 我也好渴望拥抱你 我也好想到很多这样子 我估认我 不要求你 开门 你 是 让你 你 在哪儿 我 在哪儿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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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当然敢 那最好不要乱动 这样七星针的毒性会发作的慢一些 能多活一刻总是好的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有奇迹出现 这话也是你说过的 对吗 只可惜这回你又错了 这次绝对不会有奇迹出现 我还常说一句话 你今天一次没提到 哪句话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 你刚才说 我绝对逃走 难道你还有法子离开这里 孩子啊 这几年你一直相信我 因为我的话 绝对不会错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太迟了 老公 能走吧 能 能 阿舅 辛苦你了 等了二十年了 却从来不希望这一天真的到来啊 快 快点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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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叶 进来 绿叶 找 给我找 一定要找到 找什么 绿 她 她就这么不见了 不见了 老 老婆不见了 这 这张床 我检查过无数次 就是一张普通的一板床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机关 我不是没有想过 她会从床上逃走 所以我一直盯着她 一直盯着她 她 她只不过动了一下 她 只动了一行 我怎么会那么舒服 我怎么会 把床板给我砸了 是 六爷 去外面守战 不要任何人进来 是 那 你 在街上 漫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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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于 像公 給老伯送夜宵 嗯 都是你亲自做的 嗯 听说老伯不吃晚餐 但每天都要吃夜宵 是 快二十年了 一直都是这样 当大家在用晚餐的时候 他喜欢一个人独自在花园里 所以我想让他这顿吃得好一点 从一到福利来以后 老婆喜欢你的生活 他的用餐都是你在大理 每天这么辛苦 我很过意不去 我很愿意为老婆这么做 原来夜宵是为了守地道的人准备的 你早就想好了这条推路 再给孙府的时候你就想到了 天哪 都快二十年了 每个人都一定要为自己准备好一条最后的推路 你也许永远不会用到 可是你还是要准备 看来你还是没有完全的信任我 还留这一手 记住 永远不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部交给别人 有一天他学会了 说不定会拿来反击你 至少要留下最后一招 这一招 这一招 往往会在最必要的时候 救你的命 你的话 我怎么会都记得 而最重要的这一局 我去逢人忘了 我去逢人忘了 着这一招 在这一招 都在这一招 他以为了 我们在这招 要去逛 把这招 是 那三组人都出发了吗 是的 接到命令以后 马上就出发了 还有八个人 都是老婆的贴身护卫 把那八个人 带去老婆的书房 是 是 大姐 你今晚有心事 什么时辰了 什么时辰了 大姐 你今晚有心事 骇事刚过 那早该得手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 我 我 我 都 一 整 走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